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韭菜说 昨天一天啊 看了很多微信 睡不觉睡不着的时候 收到了好多朋友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看透一些消息 大意啊 就是说这个社交致死啊 人事崩塌的李云迪啊 这个原因 说李云迪是某某青年的副主席 某某青年理事 他曾多次参加 将党将国多少周年的一个庆典 一开始啊 就这个我给美不搭理这些消息 但最后 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朋友啊 他也感觉比较自身吧 他也转发一条消息给我 有平行精确的问了一句 你说这些 有没有证据呢 那朋友就说没有证据 我就不想再问其他人了 喜欢李云迪啊 没错 为他名冤啊 也没问题 如果帮助李云迪找各种理由啊 咱也能理解 但能不能靠点谱呢 如果他真的是曾多次参加某某某某建国建党的多周年 大会 那还等着 现在才能收拾他吗 还需要找嫖娼这个梗这个借口来收拾他吗 就是后台没人被 捡着软尸子捏呀 关于李云迪啊 为什么必须社交致死 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啊 想想 没必要 咱就大体上说一说 他背后的这些事情吧 我与朋友们一样 我也喜欢 看李云迪谈钢琴 大概是2014年 还是2013年左右 春节的时候吧 李云迪来济南青岛那时候演出 巡演 朋友我等了在济南出差 朋友送给我几张票吗 咱一个朋友啊 带着朋友一起去看了一看 全场90分钟 十二万类巨迹啊 十二掌声如雷 那真叫一个火呀 指尖流淌江河 黑白震日月啊 当然啊 韭菜哥也只听过这么一次而已啊 但我与朋友们不一样 我是真的不喜欢李云迪 我都不喜欢啊 与他嫖不嫖娼啊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我很奇怪的是啊 高晓松啊 为民生疾苦 为开启民智 为普及众多常识啊 说了那么多的话 做了那么多的节目 他承受了那么多的压力 就因为哼了一曲 实力相送 大家瞬间 就不能原谅他了 犯民运圈啊 一夜之间啊 就把高晓松啊 骂成了筛子呀 但李云迪呢 在那天 弹作唱之山歌 给某某听啊 给那个人听 大家都知道那个 唱之山歌给谁听啊 他们的党 那个流畅如云 穿山丸啊 那个情深四海 龙如海的 大家怎么一下子就不能原谅李云迪了呢 吉他哥终于明白了 罗祖宗啊 那个生米恩 斗米仇的那个典故智慧呀 这就啊 一笔最难写的是一个剑字啊 剑人的剑 剑后的剑 翻遍了所有的可以探寻的资料啊 就这个也没找到李云迪 曾经多次参加某某建党建国 多少多少次的那个动人世纪啊 我不龙 也不知道 我查也查不到 龙也听见了 对吧 我倒是查到了2000年 那一年18岁的李云迪啊 如日中天啊 获得第14届肖邦国际钢筋大赛冠军金奖 可喜可贺呀 确实知道所有人啊 为他骄傲自豪啊 你猜 你实际是猜 李云迪获得肖邦大奖后 回来所开的第一场演唱会 叫什么名字 音乐会叫什么名字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 但因为压不住喜欢啊 所以就不愿意提及自己而已啊 那就再过去说说吧 李云迪获奖后 所开的第一场演唱会的名字叫 向祖国汇报 见不见 见货一眉啊 这就不难知道了 他的父母 他的老师 他的团队是些什么货色呀 自那以后啊 也就是18岁 获得金奖后的10年 李云迪啊 和他的团队 就只干了一件事 巡演巡演巡演 收割收割收割 2010年之后啊 李云迪啊 干脆步入这个娱乐快车道 金灿灿的开局啊 就这样烂熙熙的收工啊 2019年的李云迪啊 也已经37岁了 从他走过的路 经历的人 看过的世界 无论如何 也应该比普通人有见识 有内涵啊 有与肖邦 像匹配的精气神啊 对吧 但他那五分钟的脱口秀啊 就这个从头看到尾啊 恶心想吐啊 然而啊 现场那一片笑声 和自媒体疯狂的转发呀 就这个不准 深深叹息一声啊 一笔好难写一个贱 贱字贱货 不少朋友说啊 你语中不同啊 看问题的角度 咋是这样的 一开始 我还感觉不太舒服 这好像 是在故意的 媒体我一样 随我 但在李云尼这件事上 我好像能接受了 我确实有种不同 在众人心中啊 人才两个字啊 一定是重如千军啊 但我真的不一样 在我的心中啊 只有一个字 重如千军 那就是人 大写的人 我从来不重视 什么狗屁的人才 我只重视人啊 但凡某地啊 某人啊 在高调 一定要重视人才 我就知道 这下糟了 那里的大多数人啊 一定生不如死 当然 那里所谓的人才啊 大多数最终也是狗屁不如物啊 国人的逻辑啊 非常有意思 多数人啊 虽然说的就是啊 连这样的人才 都不爱惜 还有什么希望 呵呵呵 呵呵 但九菜哥我却认为啊 如果欧 欧金中 说全名吧 也不夸敏感了 有管爱咋地咋地 如果欧金中啊 不重要啊 那意味着 所有人啊 都不重要 凭什么 李云迪就要比欧金中 搞特殊呢 我找不到 必须要对他 特殊待遇的逻辑 凭他是肖邦奖获得者 凭他钢琴弹的好 凭他长得帅 长得好看 我好像确实不一样哈 似乎心里还有点阴暗 我真的有点阴暗 呵呵 比如说 每当我看见一个路边 卖菜的老阿婆啊 被替翻了摊子 我就对 所有每天躲在空调房里的 那些天才 地才 人才 鬼才 我也希望 他们能跟这个老太婆 老阿婆一样的倒霉 只要这里的普通人 过得非常不好 我就对这里的 所有人才嗤之以鼻 地才 嗤之以鼻 鬼才更是 我宁愿一生啊 不听矿琴和古典音乐 我也不愿意看见 某一个人啊 因为 看不起病而跳楼 这是我的阴暗逻辑 这里是韭菜说 我是韭菜哥 感谢朋友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再见 拜拜